塔雕后面这个卷阳上的绳子已经乱了 本来这三圈是在这个位置的 不光是上面问题啊 下面绳子这一块已经乱了 每天都是一个人坐在操作室里面 后面什么情况都不知道 刚才上厕所的时候才发现 等坐月姐的人过来 配合的重新排一下 一个人根本弄不了 站在塔雕上都能看到今天下雨这一块就没有摆摊卖饭的 本来说这个帽子还能用 今天直接给坏掉了 下去找领导换一个 今天中午就在工历灶上打个猪脚 还有鸭肉和共有一起吃 那是鸭肉啊 这个呢 猪脚 猪脚 猪脚咋打的 猪脚是一分两个十五块 这三个是一分两个十二块 我想打这两个肉 打一半啊 就这个呢 这个咋打的 二十啊 那就打吧 我一千块十块钱 要不就是 可以可以 就就打这两个 三个也是二十啊 那就打十三个吧 要不 这辣椒鸡肉 这是鸭肉 对吧 再拿馒头 我不要米饭 床物开 吹一吹 他们都没有下班 今天就我下来早 等他们下来一起吃 本来说是吃点馒头的 刘姐说煮点面 你拿着有没有筷子 有 有 有 给你拿 我拿一双筷子 这边没有了啊 我的面都好了 但是我们这个宿舍 仍从来没有到期过 要不他加班 要不他连班 就这样 咋应该让母工多也弄几个凳子 对吧 刘姐说我不吃米饭 专门煮了个面 20块鸭 这啊 可不是十 十七末十八 三个肉 那天 啸强穴 弄发十八 这个外面都不啸这个了 三明了 下来 来人10点21 胶八会儿 女人有点贴 有 各号十块鸭可以啊 华里较较了 吃饭吧 要啥 20 20 大饭了 手大饭 你给点点 要吃 来吃吃 刚好肥子 那大饭的肉不够 充满里面 干啥就是让他配点弄成上半点 一个小饭给自己做完还不加吧 嗯 今天早上六点就上班了 没有吃早饭 今天中午这一大盘肉 再加上刘姐这一大碗汤面 真的一下给我吃撑了 但是功力造成这个肉真的是挺划算的